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講開一段故事和大家見面 我顧著大家有沒有顧著我呢 好了 今天大家洗澡了沒 對呀 洗澡 我相信大家對這個詞語一點都不會陌生 有些甚至是一天洗澡一次涼 先說回正題 洗澡也是我們主要講的主題 小時候經常被媽媽叫快點洗澡 或者經常問洗澡了沒有 原來洗澡這個詞是香港以北的任何地方都沒有人認識 因為廣州就叫洗澡是洗身 再北一點就稱為洗澡和沐浴 為什麼香港這麼特別叫洗澡呢 原來這個詞是來自南洋的華人傳回香港 之後香港人又將它傳入了廣州 所以廣州人現在都稱洗身為洗澡 那洗澡的原意是什麼呢 根據一位叫碎溪女士的作家奕述 她在普宜做皇帝的時候 由省城到香港去探朋友 入到客棧小二就問 洗不洗洗澡啊 聽到這位人情一頭冒水 之後這位作家再去查解 為什麼香港人叫洗身到洗澡呢 即是勾肩頭啊 原來這個詞語是由南洋的華僑回香港 老經香港要洗澡 沖就是用水沖身 涼就因為南洋人叫做凍水 就叫做涼水 所以就叫做沖涼 好了 原來洗澡又不像洗身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洗澡是因為東南亞一 但又熱又濕 那些人就用冷水 向身上淋幾盆 清潔身體之餘又可以取涼 沖就是用水沖涼 涼就是因為南亞人叫做凍水做涼水 好了 有看大院有樂的朋友 其實都知道 香港冬天都可以考動的 那為什麼可以用凍水沖身呢 但是又改不了叫法 所以沖涼就在香港落地生根 就取代了沐浴和洗身 沖涼熠水 拉大蒜 澳山 水沖 水沖 我在那麼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